59元這一大盤 又是說先頭老闆說給多了 後來拿起那個 第二 加工費是額外再加20元 28隻50元一份 開了 在我們吃飯的時候 隔壁有一班客人不停在說 那些大集牌 抵食怎樣 就是這一檔 各位觀眾 大家好 如果有看前幾天影片的觀眾都知道 我們去了中山遊玩 今天第二天我們來到南沙 因為我們三角鎮來南沙是很接近的 沿路上還在修建地鐵 即是廣州有一條高速鐵路 在珠江新城 去到萬景沙是很快的 就是那條地鐵的延長段 先說回這裏 14宗水產市場就在前邊 但今天我們就不在那裏買海鮮 因為在大約一年之前 我們發掘了一個地方 買海鮮是很划算的 就在前邊走過去 那些大集蟹又漂亮 又好吃 先頭在路上我和老婆已經說了 就說一定要吃點漂亮蟹 昨天你說漂亮不漂亮 就真的不是太好的 但它的售價只需要13元 10元一碟 10元有多漂亮 我們今天就想吃點漂亮蟹 至於生蠔 可能未必了 到時再算 在我們住的酒店 來到這裏 只需要45分鐘的開車 而且還不需要走高速公路 你走高速公路 反而更慢了 好處就是 條路好走一點 我們現在來到市場這裏 又是這些龍湖 衣賣菜的地方 我們去年都來過 我們就過來這邊 對面就是14宗水產市場 加工海鮮 我們來前邊這裏 村裏買海鮮 選擇是沒有那裏那麼多 但是這裏便宜一點 例如老闆 這裏已經批發黃油蟹 鹽仔蟹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有一次我們在這裏買過海鮮 當時還是疫情 就是疫情價 很便宜 是六七十元一大袋那種 很過癮 至於這裏過去 就是他們農民賣菜的地方 我們可能吃完飯 先過來這裏 可能買水果買點菜 在這裏走過去 就是我們買海鮮的地方 還記得當時 在這裏有個阿姨 我們買貝、龐 10元或20元一大袋 這條路很好記 就叫做長堤西路 跟我們回到玄江路、廣州、瑜秀區、海珠區 那些路名是很像的 好像那些檔口沒有那麼多 好像沒有以往那麼多 但是都有 都有 現在的檔口好像少了很多 少了很多賣海鮮 如果沒有就只能回到裏面買 都有一兩檔 看到老闆這裏有蟹賣 這裏是肉蟹 肉蟹 肉蟹是多少錢 肉蟹是35元 35元 鹽仔呢 鹽仔45元 45元 那當然要買就買鹽仔 不要買肉蟹 這些有沒有膏 鹽仔有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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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肉蟹 肉蟹會不會是水 不會 都是肥 都是肥 但是應該是鹽仔 鹽仔好一點 有膏有肉 鹽仔有膏 45元 45元 不不不 先給兩隻 我想選一些肉蟹 好 你喜歡嗎 兩隻三隻 三隻 三隻 選一些幫我有膏的 好 選一些有膏的 這個有膏嗎 有膏 這個時候鹽仔是否更漂亮 這隻會不會 哇這隻夠肥夠大 三隻夠嗎 夠 夠 這個現在吃的 肉蟹就買回家吃 不是 都是現在煮光它 哇 是呀是呀 是呀 就是在這裡加工 62元 三隻 即是圍到30元出頭 我先給了60元 62元 是 再來還有肉蟹 這隻夠大 有大有小的 這邊是35元 31元 31元 加在一起 好 我們買了蟹 買了兩款 這個是肉蟹的價錢 鹽仔蟹買了62元 即是93元 有4隻蟹 去年我們又來這裡買了 乃尿蟹 2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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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兒喜歡吃 吃不完打包刀底 請兩斤 要兩斤 吃不完打包 是啊 它煮了它就打包帶走 我可能已經吃了 哦 請兩斤 請兩斤 這些吃不完打包 今晚還繼續有得吃 你叫椒鹽 你沒有鹽水 椒鹽吃不完 大部分 要夠遠 哦 哦 哦 好 蝦 沒那麼好吃 那一般椒鹽水煮 又可以 又可以 反正收人頭肺 是 反正收人頭肺 鹽焗花樓有 花樓不要 花樓不要 但是想吃大閘蟹 因為有些昨晚有吃過 好 還有九折蝦 大閘蟹 我們買了很多 賴尿蝦 五十九元一大袋 老闆這麼想我們買大閘蟹 是啊 蟹公 可惜先頭買了那麼多 是啊 還有很多 因為我們只喜歡吃蝦和蟹 蝕子都可以 這裡炒蝕子很好吃 多錢嗎 20元 20元 放下來我們再買一斤半的蝕子 是20元一斤 那些賴尿蝦 那些賴尿蝦 大頭蝦 對 大頭蝦 大頭蝦20元 可惜我們昨晚才吃過 20元 抵玩 看看不買都 多大個鉗 是吧 30元 又買了一些蝕子 不是花架 是蝕子 這邊還有很多 正如先頭所說 這邊品種相對是單一一點 就沒有去到十四櫥 即對面市場那邊 那麼多花款 便便宜一點 如果想吃得不用那麼多錢的話 便過來這邊買 如果想吃多些花款 便便回到那邊 還有蝕子 還有生蠔 我們去年也買過生蠔 抵食又歸抵食 就是去年買過一次之後 便知道那些生蠔 其實不用買那麼大的 25元大閘蟹 這隻漂亮 夠大隻 還有圓背 對呀 這裏很多鋪都沒有了 可能被人拆了 在這裏開車進來 都是可以的 就像前面那位先生那樣 對呀 以前一路延伸到後面都有 那便回去加工 因為加工那裏 是要再加一味 他們當地的鬆 如無意外 我們應該會加個蓮藕 當然視乎實際情況 所以其實已經有一道菜固定了 蝦、蟹 以前這裏還可以穿回市場 我們今天不走 現在也可以 我們不走這裏 我們先吃飯 吃完飯 再回來拿車的時候 再在那邊市場走過 還有在海鮮加工那裏 他們是會有些當地的村民 拿些水果來賣 但是價錢不算很便宜 可以不買那麼多 買少一點都可以 那便是色隨專便 我們又買過一次 抵不抵就真的不太抵 但是叔叔是很好談的 他慢慢教你怎樣 蝦是何時該吃 翻石楼是何時該吃 這次應該不會光顧他 因為待會我們 可能會回去市場那邊 再買一些水果 即是藍沙這裏獨有的 譬如說 翻石楼 即是雞屎股 我們打算來這裏 因為現在天氣 已經沒有以前 那麼浩熱 這裏是其中一個選擇 對面又有一裏 因為這裏是坐在這裏 對著河沖邊來吃的 這裏是後面那裏 去到先看看熱不熱 因為天氣不熱 都是很重要的 我想他們應該想 將這裏打造成為一個 河沖邊的一個旅遊基地 在這裏又有得吃又一玩 又或者坐在這裏喝咖啡 又或者好像我早幾天 在東華東路那裏 坐在這裏吃個西式早餐 哇 這樣就完美賺大錢 69元 但是附近有個小問題 雖然海鮮加工市場比較大 但是附近停車就不是太方便 要不然我們先後也不用停 去別人的銀行門口 不得不提起 這裏竟然還有麗豐酒店 好像之前都未見到有 待會坐下來 先和大家看看是甚麼價錢 我相信麗豐也不是太貴的 說起麗豐酒店 又想說說昨晚我們住的酒店 又不是有甚麼大問題 總之設計是奇奇怪怪的 綜合考慮過 其實有得選擇是住麗豐 為何昨晚我們沒有住麗豐呢 最大一個原因就是 麗豐來我們要去食燒鵝的地方 又或者活動的地方 離得太遠了 比如說洗澡房 通常你都要有地方放衣服 它是沒有的 它是要放在馬桶上的 真是搞笑 要不然你會拿出去外邊房 外邊那裏放你那些替換的衣服 很奇怪 所以各位觀眾以後回來就懂得選擇 首選 一定是麗豐 只要地段不要太差的話 都是選擇麗豐 我們打算坐在這裏吃 但重點是看是否熱 那個位置都不錯 涼風震震 行不行呢 因為我們站在這裏行動的時候 都覺得不會太熱 我們來這裏就試過幾個餐廳 這裏是其中一個肥嬌 吃過一次的 前邊有吃過一次的 都是不錯的 最重要是不要太熱 我們看看位置 一個是這張 讓我來感受一下 我們就坐了這個位置 選了 一點都不會熱 因為今天氣溫其實有所回升 但是沒有熱的話 都頗舒服的 在這裏坐著 就看著這條橋 吃我們的海鮮 哇 這麽快便找到座位了 也好 我們每個人的橋 已經看對這位置了 不知道要是否熱 好了 我們的食物又給了老闆娘 首先是這樣的 他們這裏是按人頭收費 這個不關事 按人頭收費 一人好像是15元 15元 我記得是 不記得了 總之是按人頭收費 但是要點多一道菜 對了 再來 如果我們的海鮮 無論你買多少都好 如果只是用白灼的 就不會再加收錢 如果用薑蔥炒 就加收20元 用椒鹽就加收20元 做法就是這樣 如果你買得夠多 是比較經濟實惠的 但是如果你想買個三文魚 老闆在那裏切好 拿來 即使老闆在店鋪 切好 這裏也另外還需要加收 少量費用 不過即使都是 不知10元還是15元 最優勢的地方 只要你吃得夠多 我一大盆三文魚 我又有8個人 兩三百元 在這裏的交工費 我講 你便可以做得到 其實很多地方最便宜是這裏 對 最多地方最便宜就是這裏 至於先頭我們買海鮮用了多少錢呢 先看看 就是這裏 首先是這個 這個是買蟹的 三隻鹽仔蟹 買蟹仔蟹 三隻 加上 93元 加上 一隻大肉蟹 93元 這個就是 賴尿蝦 賴尿蝦 買了59元 最後買了一隻蟹仔蟹 蟹仔蟹 蟹仔蟹 就是這裏 還要那個賴尿蝦才搞笑 我們叫老闆娘不要秤這麼多 她一邊秤一邊秤 秤多了 她自己一計算 我們還未離開 她一計算 好像給多了你 好搞笑 基本上就是這樣 這裏 在對面買海鮮 正如先頭所說 花款就少一些 都是蟹仔蝦 但通常我們都是吃那些 在十四涌市場裏 花款就多些 不過這裏 有個不好處 就是面前這裏 在製造鬼道 吵到甚麼 還有一件 先頭我們沒有買到的 因為今天打算來吃蟹 所以看到螺絲蝦 是有手掌那麼大 20元一斤 如果喜歡吃螺絲蝦 回來這裏 首選吃螺絲蝦 我們上天買過了 很划算 很划算 這個螺絲蝦 第一個送上來的 就是油蜜菜 厲害 這次我們沒有吃 蓮藕 多少錢 我都忘記了 十多元 十多二十元 差不多 不止 不止 不過怎樣都好 最緊要 這家油蜜菜 很好吃 好了 終於 這家油蜜菜 就送來了 這碗 是這樣的 我先不要說人頭費 先說重量 59元 這一大盤 又是說 先頭老闆說 給多了 後來還起的 第二 加工費是額外 再加多20元 所以這盤 不加焦炎 不加焦炎 白鳥就不需要再加錢 其實說來講 她是為了女兒 她當然更喜歡焦營 而且焦營 打包方便一點 嗯 白鳥也是一瓶水 老婆剛才吃過一隻 她說非常好 雖然過頭不太大 因為吃奶尿蝦 不是純粹 是說過頭 第一個當然是新鮮 第二個是價錢 第三個 現在很熱 哇 很熱 我們是喜歡白鳥的 哇 粗暴的食法就是這樣 你看看 比那些肉 比那些好 看看 看 看吧 那些肉 但是吃奶尿蝦 就最麻煩的了 又好吃 真的做得好 而且因為是焦鹽 所以我們要多汽水 焦鹽整隻都可以吃 白鳥也不可以 白鳥也不可以 它沒有酒過 它沒有那麼脆 當然不可以 如果吃的 白鳥也不可以吃 嗯 真的這種東西 因為一邊想著女兒就要吃 對 就是因為女兒 肉很軟 殼有夠硬 哇 紫色的 夠了 雞尿蝦 不過奶尿蝦 有一個不時太好的地方 就是需要慢慢剝 它的焦鹽 處理得很好 不會有醉了一塊 有些焦鹽 它是會全部在腳上 然後突然間很鹹 有一點點辣 少少辣才好吃 對不對 在這個時候 這個炒蝦子又來了 很肥的 賣蝦子就用了三十元 這裡是一斤半 蝦子的好處就是 就是可食率極高 還有跟大家說一聲 這裡為什麼一定要買蝦子呢 因為它們炒得很好吃 或者買那些花鴿也可以 這道菜是專程用來送飯 這道菜就不要留給女兒了 是呀 焦鹽就要慢慢剝 我試試這個 挺肥的 這些肥脆脆的 挺過癮的 脹脆脆的 像不像一隻生蠔仔 一咬下去就有爆汁的感覺 哇 有可樂 比它更好 嗯 啤酒可樂 嗯 嗯 老婆先頭說 如果沒有開車 送啤酒最好 可樂都可以 我也很認同這個說法 哇 很爽 嗯 嗯 大小小 喝一口氣水 吃一隻 蠟燒蝦 椒鹽蟻蝦 這些比較輕鬆 還有一件事 最初我們擔心這裡會很熱 大家看看風 超級涼爽 只要沒有熱頭曬雨 就很舒服 這幾天氣溫已經回升了 一天之中 應該是現在氣溫最高 都不會覺得很辛苦 嗯 吃個美麗海鮮 如果天氣再冷一點 坐在這個位置 吃西北風也挺辛苦 更好 就是這時候最好 非常非常好 這隻奶尿蝦 差點 隔壁 一握上手 就已經感覺到 它不是太硬了 通常蝦 也要夠硬的殼才可以 這隻差點 如果有奶尿蝦 就有多工夫 這些是冷凝食法 真的很喜歡 有些肥到还爆开了 一路吹着这些 应该算是海风 在这里吃海鲜 真棒 如果回到黄沙海鲜市场 又是吃这些海鲜 就没有那么便宜 交工费又贵一些 还有有时候某间 哪间不要再说了 就煮得没有这里那么好吃 是真的 这里唯一不好住就是要驾车来 但是如果驾车来到 这里又可以感受一下 那么舒服的气氛 又跟大家说一下交通路线 来这里最近的地铁站 就叫做曼景沙地铁站 即是十几二十分钟 就回到珠江新城的地铁线路 在这里如果坐这个巴士 南沙二十五号短线 三十二分钟就可以去到 曼景沙地铁站 如果大家嫌不等巴士麻烦 又是高达地铁打车 二十七至三十一铁 是四个人 四个人 就计算四个人 就计算四个人 可以的 可以的 如果是驾车的话 即是打车 只需要二十三分钟 就去到曼景沙地铁站 在那里回到珠江新城 或者潘鱼广场 十几分钟 快车 一万尺都好像是四十五分钟左右 船程超级舒服 又可以感受一下高速的地铁 听说还化高烈 我们的蟹也来了 老婆在这儿干别 因为这里是肉蟹 和掩仔蟹炒了一碟 这是肉蟹 高就不多 至于掩仔也有高的 但是大家要不要忘记 是二十元一只 二十出头 这个价格是正常的 而且因为用炒的方法 所以有很多膏都是走出来的 肉都可以 对得起这个价格 还有师傅就帮你剥开 不用慢慢切 慢慢咬 好处是什么呢 如果炒完的话 好处就是你不用慢慢做这个脚 至于我其实还在吃这个胜脂 这个真是肥嘟嘟的胜脂 真是好吃 其实买的时候也不觉得它那么肥 所以吃海鲜也是讲时候 吃过这么多次出外吃海鲜 还有没有好过蓝沙呢 可能有一两样是 比如说吃蟹是三水 艾桂子 艾桂子 这个当然是 接下来 当然是试试蟹 这一块我已经留意了很久 艾仔蟹的盖 我是一个很喜欢吃蟹盖的人 因为蟹虽好吃 但是有时候它会有很多功夫 但是蟹盖 就将所有精华集中在一起 因为蟹蟹的蟹膏是不会很水的 是瓶住的 是这种更似固态状的 而且蟹仔蟹的蟹膏是更鲜的 有时候有些高蟹的 这些时节不好 尤其是肉蟹 尤其是泥蟹的蟹膏 蟹膏是会酥的 所以为何艾仔蟹 卖得这么贵的价钱 就是这样的 当然了 这些不是最好的品质 老婆在品尝这个肉蟹 她猛地说被骗了 又不算是肉不多 但是好鲜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肉不多但是好鲜 也不是这样计算的 但是它多小都有些 但是想它爆肉的呢 就不可以了 味道是最好的时候 至于我也吃过蟹鉗 我先找个蟹鉗 先找个大的 也是 因为一只肉蟹 是有两个蟹鉗的 对 老板这只没有鲜开 不过里面的水 在滴出来 没问题 这个鲜开了一点 这个撕了出来 老婆说调味很好 即是餐厅煮得好 嗯 嗯 果然是真的好鲜 嗯 嗯 高鲜是 肉蟹是 三十五 三十 三十 三十五 是 肉蟹很容易水蟹 因为其实我们不懂 其实应该要拿起身 自己逗一下它 看看够不够重 吃完蟹鉗就试试蟹脚 我就决定找个 掩仔蟹脚 哪个是掩仔蟹脚 哪个是掩仔蟹脚 这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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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 有膏 这只好看 还有个蟹 当然先吃了膏 嗯 嗯 完全不同 好吃 而且掩仔蟹的膏 零射甘甜 至于现在差不多 两点钟了 对面又开工 哇 但是呢 都难掩后面那些顾客 欣赏美食的心情 好了 我们是吃饱饱 最终埋单是 一百一十二元 原来那个 蔬菜 是 全部均一一个价 就是三十八元的 茶位 饭 各种加加埋埋 就 一百一十二元 再一支汽水都 不知道十二还是十五元的 基本上 但是有支汽水 才好吃的 现在呢 已经是刚刚好两点了 我们去十四涌水产市场那里走 但是前边 哇 大兴肚目 老婆呢 就说这里正在做地铁 我真的不知道是否 至于现在呢 究竟两点钟的 十四涌海产水产市场 又是怎样的呢 就不知道了 现在我们在这里吃饭的 话说是这样的 那时候 因为疫情的原因呢 这里生意是特别好的 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外出去吃的 现在你去 你去马来西亚吃都行 是不是呢 生意其实是没有 疫情那时候那么好的 但是原来又有不少游客的 很多啊 很多的 是啊 但是其实在疫情那时候 是最火爆的 我来过都好几次了 那时候就差不多了 现在两点钟 大生蠔又有 大多数都是生蠔 我看到石斑鱼 六十八元一条 这边呢 就是大生蠔了 未开的 老板会包含开 这边就是蟹了 刚才我们都吃过了 一百元三斤 青蟹 超级 超级 还便宜 差不多 差不多 都可以吃饱了 一百元三斤 是啊 早知道来这里买 如果喜欢吃鱼呢 这里又有多个选择 还有这里呢 我们曾经吃过一种叫做刀背的东西 又是很好吃的 还有圣子王 但是呢 如果仙头的圣子和圣子王对比呢 仙头的圣子比较高得多 这里又有大海螺 生蜗花螺 这是本地的海鱼 是好吃的 赖尿虾 又有海鱼 又有海鱼 老板又不懂说普通话 游客说普通话 这个海鱼很漂亮 梳子蟹 这么大 这些有膏 肉又够 45元 大只 38元 罗氏蝦38 5元 这是多大只 鞋底 鞋底也不止 60元 一种是小的 那只不便宜 是 但是这只够肉 大只 还有够肉 我知道 我吃了 我刚才吃了青蝦 不够这只 不够这只 是 这只好吃 几三 好了 价钱我们又问完了 老板也教过路 又有些大的 应该叫尾杯 和长的钉鱼 上次在台山吃过 这里还有很多 古灵性怪物 比如这些 配类都有很多种 正如先头 我们去市场所说 这边的海鲜种类 多一多 那边的大杂蟹 都只有一两档 这边有很多大杂蟹 又有很多鱼 樱花蝦 磨虫都有 在这里有很多美女 在这里 兜客 他们就会叫你去哪里吃 哪里吃 它是会有少量的回购 如果是它说得好的 那也可以 吃海鲜最重要 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就不是说 只有一个便宜的 又有花甲黄 爆高虾 最重要是新鲜 还有我们平时 经常吃这么便宜的 原因就是 因为其实是我们不懂选择 因为担心 选择错了 选择贵了 那就不值 还有一只巨蟹 哇 好像 鞋底这么大 它在捏的水 好像 多少水捏 这些好吃 这些好吃 六十多元一只 一个人一斤 都可以 如果適合我一只 还有蝦 蓝花 蟹 老鼠 这些还有野生 对不对 很多的 什么 排斥队 老板等的 可能 还有什么 哦 生蚝 一只 二十八只 二十八只 五十元一份 全开了 哇 还有很多大集牌 一百元六只 两百元十三只 喜欢吃大集牌 这里选择多 不单如此 这边还有 你买了什么时候吃 老婆现在在想 有工有工都可以 这么厉害 十五元一只 十 即是多少钱 一百元一只 十五元一只 一百元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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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们试过 可以先放保鲜 大针抵吃 这个 快来吃 趁明星期日再来 哇 那些大集牌 它开价一百元六只 老板说 蟹公蟹蜜都有 七只 给你 即是十几元一只 除了先头那些 大路货以外 当然还会有很多 龙虾 大奶尿虾 长脚蟹 松叶蟹 黄色的奶尿虾 后边还有些 龙虾仔 不是小龙虾 是龙虾仔 泰国那些 先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 隔壁就有一班客人 不停在说 那些大集牌 抵食 就是这一档 吃完海鲜之后 还可以过来这边逛逛 这边就卖水果 怎样说 都容易闹 因为始终 你吃到一个 这么漂亮的海鲜 就算是吃到漂亮的水果 贵一点就贵一点 对身体好 对年轻人身体也好 对长者身体也好 多吃点水果 是好的 不过通常我们买水果 都是回到西朗市场的 如果大家回到这里 就可以在这里选择一下 还有这里的番石楼 超级香 烟枝红 你看看 后面那个 几孔 烟不热闹 我来过14宗水散市场 这么多次 今次的现在 就算是最热闹的 以往也挺冷清的 疫情的时候 是啊 还要过完市 如果早个星期来 这边很夸张 就有些凍干的水果 又或者干了的毛花果 这边就一疏一疏的香蕉 挂在这里买 回到这里吃东西就好 尤其如果以后中山 开到地铁 过来14宗 就更为方便了 在这里 还有很多海鲜加工的餐厅 不是仅是先头那几间 先头那里 就坐得舒服一点 这里就没有风景 但就冷气好一点 那如果好像现在这样的天气 坐在我们先头那部分 就当然最好 但如果你说天气烟烈一点 当然在后面这些 有冷气最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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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